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講天氣 我們昨晚到今早都是吹著一些偏東風 我們預計這股偏東氣流 今日仍然會影響著我們 由於昨晚東風也是比較大 所以今早各區的氣溫相對比較平均一些 今早7點多時 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都是介乎15至17度 而天色方面可以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華南地區雖然有些雲層覆蓋著 不過如果細心看 在華南沿岸地區的雲層相對比較薄 比較鬆散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而今日最高的氣溫大約會有21度 風勢方面整體會吹著一些和緩照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會是間中吹強風 明天星期六我們預計天氣情況都會和今天差不多 都會有些時間看到陽光 不過要留意 去到星期日天氣會有些轉變 我們預計去到星期日的時候 將會有一度冷風 就會抵達廣東沿岸 屆時我們除了會轉出一些偏不風之外 其實星期日整日來說 天氣都會是比較多雲 甚至是有些雨 天氣又會再次涼 詳細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 我們預計明天的時候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到星期日就會有些雨 到星期日晚的時候 將會有個氣溫就開始下降 到星期一星期二 而早上最低氣溫又會再次只剩下14至15度左右 天氣又會再次涼 未來幾天氣溫變化都比較大 大家要多多保重身體 好了這支天氣報告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預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